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角色你有份呢? 如果这条虚线正正指向你那边 你又觉得如何继续当好这份工呢? 如何坚持下去呢? 天时 地利 人和这三样都是上班族经常谈论的要素 天时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地利和人和的改变 它的影响是可以透过你自身的努力 一个弱势职员 地利 人和的定义 成功了这一关 对于创新 影响力的要求 这个是更高一级的水准 暂时是不属于这条虚线的部分里面 过了第一关之后 再加上对于工作的流程 组织环境 四周围的人际关系 决策过程 关键人物 来龙去墨 得失成败 透过你的长期观察 已经非常烂熟了 这些呢 都会是在你日后可能的制愈 决策上 行动上 提供最强而有把握的讯息 和环境支撑 弱势职员 人和方面又怎样呢 几乎所有的管理人 上司对弱势职员都有着矛盾的心态 他的吸引之处 弱得来没有麻烦 不生事 对于过程和结果 有非常好的可控性 分类得来又放心 做弱势职员 点定一个目标 没有人妒忌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搞搞 尽量保持身边的人 对你很低的心理预期 如果能够做到因为你的弱势 而不会拒绝帮忙你 那你就是高水准的人 多么人和 也会更加坏 弱势职员 为什么要做弱势职员呢 太多因素了 可能是公司的文化 用人为亲的文化 又或者本身意不在此 身感行先 当然本身是弱势都有的 但是都不重要 当一个弱势职员 最紧要是什么呢 坚持 潜心地坚持 当一个弱势职员 因为你的耐性 可能日后一两件关键的事情 会令你得出成绩 那弱势职员就变了升级会员 一些形容词呢 会跟你画上等号 深厚扎实 不叫不傲 勤奋奈奴 物超所值 做一个弱势职员 除了坚持 还有什么心理准备呢 骂得啦 被人骂得 这里呢 有一个最耐骂的职场星座 排行榜 打入三甲 看看你有没有睡 第三名 相愚座 2月20至3月20的朋友 能屈能伸 很有这方面的精神 受老板气 忍一忍就过去了 第二名 金牛座 4月21至5月21的朋友 很清楚现实状况的 人工再高一点的话 多骂两句都无所谓 他绝对清楚自己在做的工作 是什么水准的 好 第一名 诗子座 7月24至5月23的朋友 在工作上呢 绝对愿意放下自己 亦明白雇主上司 和雇员之间的相处方式 受话气是预了 如果自己做老板 可能也会的 好 日誓职员 讲到这里 要上班去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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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